大貨車一經過伸縮縫 馬上引起隆隆聲響 雖然說這是正常現象 但距離不到100公尺處 就有一排民宅 由於高架橋沒有加裝隔音牆 因此一到夜晚 民眾根本無法安眠 在這個三明路橋的地方 是不是能夠設立一個隔音牆 因為他們每天晚上 都會受到高速公路下來的 交流到的貨車 或是我們機場出來的貨車的影響 經過他們這一個 門前的這一個地方的路橋 會有很大的噪音 清水溪涉里振興南路 因為距離附近三明路高架橋 不到100公尺 附近的居民每到夜晚 就會被隆隆聲響吵醒 長期以來難以忍受 也讓民眾質疑 是因為伸縮縫過大 才會產生噪音 而實際拿此一糧 伸縮縫竟然有21公分 我希望就是我們 這一個交通或公路單位 重新的思考 這一個伸縮縫的距離 讓這個縮短距離的話 縮短這個空間的話 那噪音就會降低 所以我在這邊複裔 我們所有的相關單位 重新檢討伸縮縫的寬度 是不是能夠縮小 或是用其他能夠避震的方式 減少噪音的困擾 由於三明路是通往台中港的要道 因此大貨車出入頻繁 為了防止噪音持續影響民眾生活環境 議員也希望市府協調公路單位 儘速改善伸縮縫 同時加裝隔音牆 讓民眾能一夜好眠 記者總會 台中廠報導